简单 这个事情并不是突然一时兴起 而是民进政党自己内部 甚至是柯文哲自己脑袋里面 早就已经心有所属 你来到崇敬坦白 我是柯崇敬 柯文哲终于是带着自己的副手 去中央选举委会登记的 就在台湾时间11月24日的11点正了 他真的带着吴欣赢去了 不过吴欣赢是谁 大家一定很好奇 首先他是台湾第二首富的千金 也就是星光集团的小公主 那他的父亲是谁呢 他父亲是台湾长期以来 大家都知道他是第二首富的吴东晋 那为什么是第二首富呢 因为大家长期以来认为第一大集团 人寿保险和产物保险 还有还有一个医学中心 他是星光医院 这个是位于台北市的士林区 的一个相当高档次的医院 他首先他的顶楼还有贵宾级的特殊套房 而这个贵宾级的套房啊 几乎是每一天都要很高额的这个金额 才能够入住在里面 同时呢他还有独特的贵宾级的门诊 所以这个集团啊可以说是包含医疗 还有金融再加上所有的产物保险 他们可以说包罗万象 他们自己还有证券业还有投信业 那么这样的一个集团所辖下的公司啊 你可以说是上百家公司 也许两百家都不夸张 因为他们所开支三页数据可是很多 说起星光集团呢 其实吴东静还不是首创者 真正的首创者是吴火师 也就是吴东静的复兴 所以啊这个星光医院又称为 吴火师的纪念医院 也纪念这个集团的创始人 那么老实说啊 这个星光集团呢 为什么会有小公主来和柯文哲 产生一个正副手结合呢 主要是这位小公主呢 刚刚成为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 她是补上去地补上去的 因为高宏安去当市长了 所以她给补上去了 这位吴欣云呢 她还当过英国的保守党的副主席的国会助理 换言之她的英文极其流利 流利到什么处 流利到是一口英国枪 而且就像英国人一样 而吴欣云呢 可以说她大部分的教育的都是在国外受的 她并不是那种到高中以后才出国的留学生 她也不是呢 一般去国外读朔博士的那种 她是直接在英国所受的教育 几乎啊 她可以说是从小就讲的一口很好英文 年纪多大呢 年纪今年也就是45岁而已 所以柯文哲没有选黄珊珊 而选吴欣云 有她的策略安排 为什么 因为吴欣云不当这个委员 她的头衔仍然很多 她光是在星光集团里面 就有好多个总经理副总经理 甚至还要当董事长 也都不是任何问题 因为呢 这个集团啊 她的父亲还有另外三个兄弟 包括著名的过去也当过立法委员的吴东升 就是吴东进的小弟 那么吴家向来一直在政治上呢 有着他们自己的光谱 别忘了吴东升当时候的光谱是什么呢 是在绿营 换言之啊 他们长期呢 是和非国民党以及国民党的各种势力呢 都有所连接 所以这个集团呢 是参与政治 已经有长期历史的 这时候柯文哲他与星光医院的小公主 或者星光集团的小公主 产生一个正副总结合 那就不令人意外了 因为柯文哲自己就是医生 请注意啊 柯文哲大家别忘了 他自己就是医生 所以啊 彭列伟在台湾呢 有20家的医学中心之一的星光医院呢 他们小公主啊 在中出现 柯文哲又挑上他做副手 老实说 其实也是一个上上之选 那么把黄珊珊继续留在 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呢 因为极有可能选后啊 也就是1月13以后 黄珊珊 他就可能会和民进党搭配成 正副手的龙头 在立法院选正副龙头 那大家说为什么不是黄珊珊 去搭配国民党呢 因为啊 在11月23号 下午4点半以后 这个记者会 在台北的军业饭店 这个我在现场给大家做的报道 这个记者会呢 其实等同于国民党和民众党 已经撕破年了 这个撕破年之后 他们立刻发表出 自己民众党内最适合当副手的人选 吴欣义 他这个招数啊 可是真的是保密到家 以前说是雅虎的台湾总裁 周开莲 后来呢又传说是黄珊珊 最后才提出是吴欣盈 显然这个事情并不是突然一时兴起 而是民众党自己内部 甚至是柯文哲自己脑袋里面 早就已经心有所属 选择吴欣盈唯一的问题 也许是吴欣盈的国语啊 是不是真的流利 还是说他得把整个讲好 整个讲好好的先书写一番 然后呢自己在家里面呢 先诵读个几次 否则到时候啊 是副手交互辩论的时候 说不定还会出一点 这个口语上表达上的不流利的问题 所以我们且拭目以待 当吴欣盈和柯文哲联手以后 整个台湾政坛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感谢你的收看